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今年首次在我国举行 教育部长陈振生表示 在日益分化的世界 双语除了有助构建国人独特身份 也为我国带来新机遇 记者李仪化报道 迈入第22届的中国语言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掀开帷幕 大会主题是共存与发展 语言政策和多样性的新视野 本地知名语言与文化学者郭振宇教授 在大会上发布探讨我国语言政策与社会的新书 他指出我国双语政策有助建构多元议题的社会 在尊重和保留彼此母语和文化下 建立共同的国家意识和问同感 我们跟50年以前来相比的话 非常非常肯定的华文华语的使用 远远超过当年的水平 我们还没有能够达到每一个华人都是双语 很多人很伤心很失望很受打击 我个人觉得是不必要的 教育部长陈振生致辞时表示 精通双语或多种语言 让我国成为与世界接轨的平台 在日益分化的世界中尤其重要 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 能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美国的政治观点 把两者之间融合起来 提供一个可靠的平台 是我们的优势 为期两天的这场国际研讨会 原本计划2020年在新越社科大学举办 受关病疫情影响延后两年举行 来自东亚和欧美1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00名代表 通过实体和线上结合的方式参与会议 新越中华学术中心 今年也庆祝成立的10周年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新越南国际研讨会